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 得想个办法把这万能的男人给骗到手 听完上面这一段很强了吧 接下来更强的来了 在人家20岁以前 哇 跟绘画这艺术没任何接触 开始接触C剧的时候 是有一次在大学聊天那时 一群人跟那儿讨论 啥职业帅 听起来酷 我当时想好家伙那肯定战士啊 干掉伊丽丹拿着弹刀多帅啊 结果人家想了半天觉得搞设计挺炫的 然后聊完第二天就去报了学校的设计课 买了数位版 第一次接触画画就觉得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刚入行的时候因为没有美术基础 只能曲线救国 当时李锐去了一家3D动画公司干了一年 但是对原画这个职业念念不忘 所以那时候就一边上班一边努力地练习绘画技法 准备简历 大概折服了一年左右 跑去画画去了 这事实证明既多不压身 那学的东西总归可以用得到 开始用3D辅助作画 画出了非常多让人惊叹真实的作品 而且人家不只是画出来 模型构建的人物角色栩栩如生 比如我最喜欢的角色 雷姆将 超真实的 这光影肤质 透光的白丝 爱了爱了 咱画战的传统呢 就是从不吃毒食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 台词咱先得说完 说完咱们认真看 这里是画战 我是画战军 关注我 每天带你看好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